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集有我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何国荣选择烧炭离开这世上 记住我们希望大家珍惜生命 就算有什么不开心也好 千万千万不要收起自己 屈起来屈起来 真的与抑屈的两个字就变成一样 记住尽量找身边的人聊天 甚至乎我们看到何国荣的朋友 在他临走之前那段小小的时间 几天也好 一个星期也好 有WhatsApp过他 不过他就没有回覆 究竟他真是心意意缺还是怎样 其实没人知道 除了他太太的离世令到他大受打击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事情我们不知道 但是很多奇妮怪就在假扮之地 还有抽水就无极限 我暂时看到哪两个最恨人 就是这一队的赞人 曾志豪还有吴志森 这两个人很喜欢抽那样不抽那样的 过往在香港电台上做过那些 懒是讽刺时弊的节目 其实就是演小丑那样的 不过这两个人在现实之中都是小丑一样的 对吧 何国荣世世很多人都不开心的 这两个人马上都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很棒 首先不如说说曾志豪先 他立即发出那些文章 甚至乎拿出一些照片 话说他们很多年前 曾经做那些太后小豪子的时候 就由何国荣来客串过一幕 都是做个洋人穿着西装 被两个夹着走了 曾志豪不知道在哪里夹这些照片 话说他在世纪前也搞过一个洞督笑 也找过何国荣来的 大致上他的意思就是 单纯我刚才描述的这两个画面 他就说反映到何国荣真是一个很爱香港的人 拍头条新闻 明知热厨房也是麻烦的 就是惹火的 也意不容辞一起玩 扮小皇帝的洋人老师 最后被捉走 某程度是一种对香港形势的预言 你这样抽水抽下去 即使你拿到当时拍摄出来的画面 或者桥段 就预示到香港是这样的了 我不知道那段剧情是什么 也没有印象 也不想知道是什么 但不要将别人 N世纪前和你们一起玩头条新闻的时候 或者当是来试试也好 搞搞少少玩过就算了 你想当年这个画面套在现在这个年代 还有这个桥段 究竟是不是何国荣和你们说要求这样拍 还是他自己也是被安排这样的角色 不知道如果你这样把什么 真香港人这些东西套在你身上 我觉得相当过分 我都认为是硬来的 现在很多人都无论认识他 也不认识他也好 都出来说两句 过往又看过哪一部剧 又或者跟他在什么合作 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两个人 就很喜欢把香港人 其实在暗示什么 就是一些政治态度 我觉得这些是很欺人生的 再者 就算何国荣唱《香港人》 《香港底》那首歌的版本 就是《陈冠A》那首 他是在约磨2016年 也不是在黑暴事件的时候 搞这些东西 如果你说何国荣才叫做真香港人 那你这两个是不是香港战人 你这两个是真香港战人 这两个是 没错 是战中之霸 为什么呢 你们两个离开了香港 是啊 不停地踩香港 但是你离开了不停地踩香港 我不知道为了什么 如果你们两个说到香港这么不堪 这么得人害怕 如果你称何国荣是真香港人 你这两个就是假香港人 或者是战格的香港人 如果他和你的政治的取态 即是说到像同坐这条船那些 如果何国荣是看到香港这么风高浪急 又说什么御视香港什么什么 那他也不会走 但是你们两个一早就撩了他 是啊 走得快很世界吧 走来做什么 这两个人 他说首先 这两个人没有什么被通緝 第二就是他只不过是 港台宝塞 请他们继续做那一套猫戏 他还有其他东西做的 但是不是 他们的选择离开 选择离开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离开了之后 就说到你好像被逼一样 说香港容不下他一样 搞到好像是很惨的 又好像因为一些政治而迫害他们 不是的 这两个人是他们自己选择离开 是这样的 就不要说到受害者一样 好心你们两个 是吧 现在又借何国荣的死来 去抽水 抽什么水呢 说到就好像 跟他们的看法差不多 就是觉得 香港就逼成他这样 逼死人 是不是 为什么台宁会这样说呢 就是这个瘋子 吴志森 他说什么呢 他也是这样说 我和何国荣一起拍过头条新闻 何国荣是真香港人 比很多香港人更热爱香港 那你们两个人渣 为什么要走 你们两个人不热爱香港 如果你们两个没有留在香港 还在说香港这些说 三到四的话 你已经不及何国荣这么高尚的情操 两个人渣 如果假设 你说何国荣才是真香港人 你们两个 就是战格之中的战格 有没有搞错 他选择留下 那你就走了 还好笑 这个瘋子的心竟然说 香港已经变成抑鬱之刀 什么抑鬱之刀 神经病 这个是很神经病的 为什么呢 何国荣 我们现在很多的报道都看到 甚至乎他的家人 亲朋戚友都说的 医生等等 都在说 主要来说 都是因为他的太太 好几个月前离世的问题 再加上他甚至乎 很怕叫堵密斯人 因此去搬了一个新的地方住 然后到最后都选择走上北归路 也说在房间发现有酒瓶 有没有喝过酒呢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是似乎有酒瓶的话 一个空瓶可能真的喝过也不成功 而有打火机 也说有炭等等 就发现不了遗书 不过大家都明白了 可能他看回社交媒体 太太临走前还说 买奶油包给他吃 又拍给大家看 很开心 真的是一个暖男 你说他是不是真的 对于香港 很多东西都看不顺眼 或者很多东西都不开心 大哥 刚才我也说了 很开心地买奶油包 中间有一条白色的奶油 我都很久没有吃过 我也想找哪里有好吃 他也很开心地 跟他太太也有愉快的生活 如何如何 很多不同的东西 但是你说什么 抑鬱之都 大哥 你自己看香港是这样的 你说回到香港 是不是一个抑鬱之都 我自己眨眼看 我就不觉得 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上偏向火爆 和有些是暴躁 暴躁之都 我也觉得是暴躁 抑鬱 我也不觉得有多抑鬱 老实说大家都 粗声粗气 应该这么说 一个粗声粗气的气氛环境 怎会带来抑鬱呢 对吧 对 就是抑鬱之都 就是抑鬱之都 是不是 我也明白为什么会这么粗气 其实有时候 拆开一点点说 就是这样 那个餐厅进去 很吵的 就是blinkblink 吵还是怎么样 对方听到你说话 你就要这么大声 全场都变得这么大声 而且你放大喉咙来说话 又真的挺爽的 但是 如果平时自己 我会觉得能吵人 而且我经常都跟学生说 有时候学生不知道为什么 在你旁边都很大声说话 我说我在你旁边 你不用这么大声跟我说 突然他们叫 许sir 然后我走过去 就是以前来说 他也是绝对许sir 这么大声跟我说 所以我经常都说 不用这么大声 小声点 我是听到的 许sir还没撞龙 你继续说 你说是不是抑鬱呢 我又不觉 其实大家出去玩 出去玩 都很开心 港女有港女去买东西 或者宅男友去追求港女 男男女去拍拖 就算服务业 有些店铺是态度差 也有态度很好 我也看到 公平少许sir说 最贱的是什么呢 他将何国荣 据说 他过往患了抑鬱症 他说到想套下去 他这个抑鬱 间接地 是他们口中的特区政府 港共政权 形成到一个社会气氛 一个社会气候 所以令到很多人 都会有抑鬱症 你不可以这样套下去 你这个就把何国荣 他那个问题 就放大到全香港 人人都是何国荣 那些 他这种比喻 我也是觉得 太硬来 你怎能够 说到一个社会现象 一个病人是自己选择 走上这条不归路 是很令人惋惜的 但是你没理由 将他说成是一种社会现象 很多人都是在这个 香港这个社会生存 打滚 有开心又不开心 但是并不代表整个城市 都好像他这样 有抑鬱的 可能是吴志森有抑鬱未定 我觉得吴志森 真的要看医生稳固 那些是神经病 这些是神经病 在他们下面留言的人都更神经病 有些神经病 说给你 每逢23条 一来就有明星 嘟嘟嘟嘟 你不要神经病 是不是 跟23条有什么事 老实说 我自己在香港那段日子 是没有人理会的 23条怎么立 就任由他 总之我今天可以去玩去吃 有得赚钱 有得上班 那就算了 大部分人 23条 你说现在都没得谈的了 一定是立法的了 是不是 没有人会再理会 23条 是你这些人 有得到外国的人 经常拿这些东西来做话题 根本都没人理会 还有 何国永 近年来说 他那些娱乐事业 那些其他东西 都算低调 也算不太多 我也不太明白 有时有些人 在他跑了 就撲出来 很爱他 我这些有点 有点 有些人还好笑 在曾志豪留言 香港心 香港云 真是这么夸张 如果大家在香港生活 是不是一定要像 那些肉麻 我真的很爱香港 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 还是什么 如果比起来 我看到 哪怕是一个香港的清洁工 他们都可以说是热爱香港 是不是 如果没有他们的清洁 香港是更可爱的吗 那伙伴和好几个盲友 吃过团年饭 之后 去了深水埗吃甜品 吃完甜品之后 我走过一条隧道的时候 看到有几个南亚裔的清洁工 应该是外判的 拿着高压水枪噴隧道 即行人隧道 有个洞 在那里啃 我看他们如何合作 一个啃 一个就看着 一个就拿着蓝 去挡住 还是怎样 这样的话 整个串销三兄弟 我在想 其实他有没有说是热爱香港 或者什么爱香港 总之大家 令到香港变得更好 当然你说他有份工 是有人工的 还是怎样 我给的人工 你愿意去做 你一定不愿意 但如果他们都愿意去做 为香港服务的话 我觉得 其实已经是很好的事 你说 怎样叫做爱香港 需要什么真香港人 还是怎样 不要突然间 借着他 离开世上 这件事 捧到 要像何国荣 那样 真香港人标准 你说他做了什么 代表真香港人 除了他在无记电视上 只是唱一首歌 唱一首歌 然后买奶油包 买其他 读说广东话 那你也会说广东话 你说他是外国 读说广东话 就很爱这个地方 老实说 其实很多洋人 都会 都会说广东话 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其实很多人都很爱这个地方 当然了 何国荣 因为他和太太结婚 所以够年期 可以做香港人 其实很多不同国籍的人 都会爱香港这个地方 他们说有23条 等于这样 我认识一个日本人 他又来香港住 然后又在香港 认识了一个女士 结婚 他最喜欢香港 是什么 他喜欢茶记 这样 是 除了一个老婆之外 他就喜欢香港茶记文化 你说很贵 很难吃 他就喜欢这种老婆的文化 他喜欢 没有那么拘谨 相比起在日本吃东西 日本吃东西有时 你会比较拘谨 在意周遭附近 会不会影响到人 反而在香港 你不会有这种压力 我是有很深刻的感受 还有他觉得很惊叹 就是为什么他在一个小小的 A4纸的菜单里 有那么多东西 他觉得很惊叹 例如什么 士招排骨河 士招牛肉河 士招牛腩河 他觉得很厉害 他觉得很厉害 他很喜欢 差不多 每一种菜 都像炒饭 放叉烧 或者放虾仁 有两种菜 即使每个人都不同 他就是这个 真香港人 比香港人更热 不要把这些东西 升华 套 是啊 很矫情 趁人家走了 就突然间 一个超巨大的光环 套在人身上 套在人身上 跪在人面前 参戴 然后就引起了 这些东西 也不知道是不是患了黄尸 抑郁症的人 在跪拜你们 不至心 然后就给课金 这些死乞丐 看见这些因质钱 将来留给你们 买什么 买什么 自己写 好了 我们今节暂时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